为什么你会认得这么厉害? 你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张力 这个张力会怎么解决呢? 翻开这个 能认得它吗?一 chord 对了,好,难一点点了 你认识一 chord的声音,用一 chord做reference 接着我们去minor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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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轮着答,不然我一定会认识 不用怕错,错是没问题的 Kathy minor 是,我相信你会更容易的,对吗? Esta minor 不是minor minor 这个是me 这个呢? Lado mi Lado mi 是六 chord Lado mi 是六 chord 开始难认一点点了 但是你分不分开它和major 分到,对吗? 分到minor的声音和major的声音 我们回到家了 OK,在家里出发 好,下个来 刚才是做me so OK,这个 好,Kathy Lado mi 好,下个 So T-Way So T-Way 是Esta So T-Way 是什么? So T-Way 是五 chord 是五 chord 是五 chord 是major 五 chord 是一种很特别的声音 是很想回到一 chord 但我现在不让它回去 我去了这个 看到这个 这个是Lado mi 对了,六 chord OK,好 好 好,学多些这些 你们会开始知道那些chord功能 好,这个了 Esta 这个 对了,这个是Lado 会唱大话 OK 好,如果你回到家 你就会在家里找到那个位 这个是Lado mi OK,好 好,现在我呢 就连续弹三个 听一听 这个是 Miner 2 chord 对了,2 chord 去这 So T-Way 五 chord 你会有重点 想回到家里 唱 如果你开始听到这个声音的话 其实已经是一个进步 这个是一个chord 它给我们的感觉 其实就是影响我们 如何继续弹下去 譬如我们在弹一 chord 很舒服 对吧 但你觉得如何? 开始有点闷了 你要尋求变化 好了,那你就会想下一个会如何 其实这个 我想举个例子 我们慢慢了解 为什么我们叫万能chord 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积木 我们现在很想找到这些积木是什么 OK 那当然你说 我知道 我知道有C chord A minor 或者Major chord 那些是零件来的 零件来的 我们不是将零件 随便放在一起 就变成一件 其实它是有些功能上的互相配搭 所以我就喜欢用积木 去代表这些progression 即是说 原来五 chord 都很喜欢跟一 chord 连在一起 那它功用是什么? 圆结 OK 它功用是什么? 圆结 譬如说 如果云上太阳 我们现在唱到这样 基本上我找第一行 那你觉得是未完结的 这个就是它那首歌作到 特意未完结 即是请你继续唱下去 OK 好 第二行 完结了 即是说 如果首歌在这里停了的话 我们觉得OK 但是呢 完结可以是另一个层次 就是准备去另一个段落 OK 所以呢 当我们弹弹的时候 拿了这些概念的话 会帮我们 如何在里面 加一些不同的要素 加一些不同的要素 下去 这样 所以 我想想看 好 好 我们再见